你有没有想过在菜刀上贴根牙签 如果没有那你应该尝试一次 因为这样做可以为你解决一个问题 它还是你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你肯定也和我一样 在厨房里切过黄瓜或其他食物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一样 切碎的黄瓜片就会粘贴在刀具上 它会完全阻挡你的视线 只有在下一次切割的时候才会掉下来 有时还会散落在各处 又或者你需要用手每一次把它固在菜板上 这会让你感觉很烦躁 此刻牙签就可以帮助到我们 现在我给你展示我是怎么操作的 我找了一小条透明胶带和一根牙签 我把牙签贴在了透明胶带的正中间 此刻把它贴在靠近刀锋的部位 请注意这是最佳位置 所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 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回到菜板上 进行切割食物 你会惊奇的发现单个切片不再粘贴在刀上 因为牙签在食物和刀之间做了一个隔层 而且它还是有角度的 当食物被切割时 会被自然的分离成30到60的角度而掉落 从而你切出的食物会整齐的放置在菜板上 而不是散落在菜板的四处 每个视频都是一个解决方案 记得点赞和分享去帮助更多人 我是妙刀先生 这个项目的体验还没打赏